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 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人体大游历三 肠病毒大晋级 文 陈月文 方恩贞 图是黄志明 张琼瑶 肠病毒来了 大家好 我是肠病毒 肠病毒 现在让我好好来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成员 肠病毒71型 肠病毒68型 小儿麻痹病毒 克莎奇病毒 还有其他的好朋友 像是谁呢 禽流感病毒 口提疫病毒 流感病毒 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还有腺病毒也不陌生呢 哈哈哈哈 开始进攻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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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太阳越大我越喜欢 我们喜欢大太阳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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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的台湾夏天 死亡人数是78人 2010年中国大陆 死亡人数是905人 然后2011年越南 死亡人数是147人 别说大话了吧 这些光辉的数字 让许多人听到我们肠病毒 就发抖 你们肠病毒 只能在热前微风 每年12月到隔年2月的冷天气 就可怜兮兮的 不是被冻僵 就是被冻死了 可恶 被揭穿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在冬天的时候会被冻僵 或是被冻死呢 其实啊 即使身上有肠病毒 50%到80%的人不会有症状 就算发病 99.9%的病患 也会恢复健康的 所以肠病毒感染后 产生的症状的比例不高 死亡率更低 实在不必那么害怕的 肠病毒的真心话 哎 我们进入人类身体 喂的也是传宗接代 只要这个人身体够健康 免疫力够强 我们就发挥不了作用 只能摸摸鼻子 快善为妙呢 但是小朋友你知道吗 如果啊 你感染肠病毒 没有请假在家休息 你就会像这样了 这个就是班长 其力 哇 你看 这么多的小病毒 飞出来了 你看看 是不是都爬到同学的身上了 哇 小钟啊 他在吃东西 你看 烧饼 好好吃啊 还好我没有被看到 我就可以跑到小钟的身上 甚至到他的 食物上面 我成功登陆到他的食物上了 等一下他咬一口 我就会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咯 你看看他们 我跟你交换 这个玩具好吗 好哦 哇 你看这些病毒 跑到他们身上以外 还在他们的布娃娃 和玩具上面 哇 他们交换后 如果不小心 又摸摸脸 摸摸鼻子 糟糕了 还有哪里呢 哇 还有这里这里 桌子上 还有扫把上 窗台上 窗户上 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这里啦 走路在摸楼梯的 扶把的时候 或是坐电梯的时候 按按钮 这么多的途径 让我们才有机会 轻轻松松 接触人类 进入人体 哈哈哈哈 这就是没有请假的肠病毒感染小朋友 带病毒到学校去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刚刚在吃东西的小钟吧 我们跟着食物进入他的口腔 滑下咽喉 许多病毒停在他的口腔里面 你看 哇 所有的病毒就进到他的口腔里 进到他的身体里了 嗚呼呼 你们看他们杀不住了 像溜滑梯一样 为什么要停在呼吸道呢 哇 你们有没有闻到阵阵刺鼻的酸味 再下去就是肠汗味了 胃酸和胆汁会要了你的命的 不要再下去了 胃酸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肠病毒就是以口腔 咽喉和肠味道的上皮细胞 作为繁殖后代的温床 所以啊 我们完全不怕胃酸哦 我们像在泡温泉一样 舒服 有的肠病毒会引起症状 有的不会 超级防腐蚀装 病毒专用 团扣特价优惠 你看这些小病毒很可爱哦 他们也会团购买东西耶 因为一起买东西好像比较便宜 对不对呢 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妈妈说 他去团购呢 因为他们想要有更优惠的价钱啊 我们只在人类的胃肠中繁殖 然后我的后代子孙们 会从这个人的口腔或粪便离开 再继续找寻新的宿主 哇 你看原本 我们在这里 它的肠胃里 对不对 病毒二代出现了 冲冲冲 哇 你看这里还有育婴室耶 你看 小朋友 育婴室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育婴室就是孕育小宝宝 照顾小宝宝的地方 让小宝宝健康长大 这些病毒的小宝宝健康长大之后 他们就要冲啊 又要离开这个小朋友的身体 二代病毒大晋级 哇 你看 他就冲出来之后 可能就会跑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了 如果这个人不是那么健康 大约第二天或第三天就会开始发烧 或出现肠病毒的症状哦 有人在抗议了 健康的身体断送我们的身路 如果小朋友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肠病毒就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上发挥作用哦 经过七天之后 就会产生抗体 渐渐恢复健康了 所以即使有的小朋友你感染了 没关系 好好休息 好好地按照医生的指示 还有爸爸妈妈照顾你 你好好地休息 吃得健康 你就会恢复得很快哦 哎呀 我怎么会说这些 哎 让你健康的事情呢 哎 没办法 在你身体里久了 产生感情了嘛 哎 天呐 谁摸到 谁就倒霉了 哈哈 这个长臂毒 亲自示范 我们停在口腔和咽喉的时间大约是两个星期 如果住在粪便里就可以长达八到十二个星期哦 马桶 因为画面过于恶心 所以用马赛克处理这个小马桶进去见谅 粪便中 我们可以活八到十二个星期哦 比在口腔还要久 哎 请问一下哦 哎 你们长得并不一样 为什么通通称为肠病毒呢 哎 我们因为同样喜欢在人类的胃肠里肠胃里繁殖 所以统称为肠病毒啊 请看 肠病毒家族 小儿麻痹病毒 可杀其病毒 医科病毒 肠病毒其实一行 肝很害怕 这个是什么 胃也很害怕肠病毒 还有谁呢 小肠和大肠都很害怕 肠病毒家族引发病症有什么呢 小朋友 你来看看啊 泡枕席咽喉眼 手足口病 急性无力 肢体麻痹 听起来都很可怕 各位好 我是肠病毒记者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非常著名的 手足口病的观光工厂 你看他变成一个记者了 现在访问到两位资深的制造师 肠病毒七十一行 跟克沙奇病毒 手足口病是我们合作制造的优良产品 请看他所引发的惊人效能哦 他的惊人效能有什么呢 你们看看 哇发烧哎 你看他好烫好热 再加上什么 小朋友 就是你们的哪里咽喉后面会破洞 红红痛痛的对不对 然后呢 当口腔溃烂的时候 吃东西会痛 进食要注意哦 太烫的 太硬的 都不能吃 你可以改吃 留职的 冰凉的 像是什么 小朋友的最爱 不丁 蛋糕 冰淇淋 还有稀饭 跟果汁 手 掌 脚掌 会起红枕 枕子顶端 有小水泡 哦 小屁屁也会有哦 你看 这个小水泡就长这样 哎呀 可怜可怜可怜 可怜 但是没有关系 忍耐一下 通常七到十天后 会恢复健康哦 好 谢谢你们接受采访 接下来到下一站 参观 哇 我们好崇拜你哦 你看 连肠病毒都还有头号粉丝 太夸张了 因为他们实在太强了 好 记者现在搭乘超围型潜艇 要进入病人的口中 带大家认识这间工厂的产品 和主要的工作人员 嘟嘟 你看 小朋友 我们跟他们一起搭这个 病毒TV 你看他像记者一样 病毒TV进来这里 实况转播 给你看 小朋友当你有肠病毒的时候 你的 你看哦 你就会有 泡疹性的烟霞炎 就是你的这个 口腔 后面红红的地方 就会开始出现 溃疡哦 然后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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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好痛 然后起好多水泡 对不对 所以太烫太硬的东西 你都不能吃 你就可以吃 或许平常 比较少吃的 像是蛋糕 冰淇淋 布丁跟果汁 还有稀饭 就可以吃柳脂 含冰凉的食物哦 哇 你看他痛成这样 你看这个小朋友 啊 好痛 我吞不下去 啊 你看这些病毒 一直在制造 水泡 好可怜哦 好了 我们不要理他们了 好好休息 四到六天后 就会恢复 不要理他们 好好休息 四到六天后 就会恢复健康啦 走 我们到下一站去 这个小朋友好不舒服哦 啊 啊 镜头转到另一个现场 我小儿麻痹病毒 终于出场啦 哎呦 这就是感染到小儿麻痹 病毒的小朋友哎 三大病毒 合力具现 急性无力肢体麻痹 我们都会造成病人 四肢瘫痪无力 在台湾 大多数的小朋友 出生后都接种了 小儿麻痹疫苗 哦 还好 你看到这个台湾 是不是把病毒都kick out 把病毒都踢走了 把他踢走 所以啊 在西元两千年 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告 台湾为小儿麻痹 根除地区哦 哇 恭喜 根除病例 冠状病毒记者 人类知道怎么对付 你们肠病毒吗 嗯 当然知道咯 虽然啊 人类还没有发明出 治疗肠病毒的药 但只要病人 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战胜它 你知道吗 小朋友 只要我们好好休息 吃饱 睡足 提升免疫力 再厉害的肠病毒 我们也不怕哦 哇 你看这个小队长 免疫细胞队长 各位小朋友 各位免疫细胞的同胞们 准备消灭病毒了 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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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们举白旗要投降了 哎呦 我们最怕这种免疫细胞了 你看他们队长看起来又强大又强壮 哎 我看我们可能终究还是输了 他们怎么样都挖不进这个小孩的身体 对不对 因为出现了一个免疫细胞防护罩耶 超棒 所以说啊 许多人的身上都有你们的病毒 但他们不一定会生病耶 是吧 对 我们也很喜欢这样 他都没发病耶 只好再去找其他人咯 如果他没有发病 我们就再去找其他人啦 你看到处都是我们的病毒对吧 房子 花园 汽车 交通工具 溜滑梯 哦呦呦呦呦 到处都有我们的踪影呢 让我们的视力范围更宽更广 有更多机会进入人类的身体里 嗯 其实啊 是不到三岁的小孩 更是我们容易猛力发威的机会呢 哦 什么样的威力呢 哦 常病毒记者在一岁的阿宝家 为您做SNG现场连线报道 欺负小小孩 不好意思 这个小小孩叫阿宝 阿宝的妈妈抱着他呢 到楼下去领邮件领包裹 哇好幸运哦 小姐有你的包裹 阿宝妈妈就跑到楼下去了 他跑到楼下去的时候呢 好 请牵手 哦 谢谢谢谢 你看阿宝在干嘛 阿宝一路摸着楼梯 或是摸着电梯 上面的病毒就沾到他的手上了耶 然后阿宝就揉揉眼睛 吃吃小手 结果病毒就 哦 进到他的嘴巴里 就咻 进到他的肠胃里啦 哦哦 阿宝就不舒服了 进入阿宝身体后的三到五天 我们会侵入他的血液 破坏他的身体组织 然后 肠病毒特写镜头 哇塞 你看 那个病毒在咬他的 哇 动脉静脉耶 哇 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你看阿宝发生什么事了 阿宝意识不清楚了 然后呕吐 抽搐 脑炎 肺炎 然后 胰脏炎 心肌炎 哇 哎呦 希望不要发生在他身上 严重的话 还可能会要了他的命耶 怎么办 哇 这真的是很严重耶 肠病毒注意事项 加强个人卫生与环境卫生 不论大人或小孩回家 都要怎么样 小朋友 请洗手 一定要 失措 充捧擦 听说现在还有另外一个 更厉害的洗手方式 要唱完一首生日快乐歌才可以哦 意思就是 要洗得久一点 不要这样随便匆匆就结束了 而是要洗干净 然后经常玩的玩具啊 要晒太阳啊 紫外线消毒啊 食物和餐具都要煮沸 碰过病童的排泄物后 一定要确实洗手 这个是有感染肠病毒 家里有肠病毒的小朋友的时候 大家都要注意的事情 那避免感染 怎么避免呢 流行期啊 避免到拥及的公共场所 家里要通风 那如果真的有人得了肠病毒 也要隔离 跟其他的小朋友隔离 再来就是 增强个人的免疫力 是非常重要的 睡充足 营养丰富 多多运动 哇 你看病毒就活不下去了 对不对呢 其实说实话 我们肠病毒本身 并没有运动的能力 只能守株待兔 等待宿主 来把我们请去他的身体 所以啊 我们都是借由不小心摸到 不小心吃到 不小心喝到 我们就进入你们的身体里面了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 哪有宿主会傻到 把你们请去他的身体呀 让自己生病呢 哎 就是有小朋友或大人 不小心摸到 喝到 吃到我们 所以一定要请洗手 现在交通发达 我们病毒可以透过人类的旅游 国际会议 货物运输等 传播到更远更多的地方 你看我们挡都挡不住吧 哈哈哈哈 也让我们病毒 有更多更多 可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呢 哈哈哈哈 小朋友 悠悠都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你的爸爸妈妈也是希望你每天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所以啊 要好好的睡觉 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提升免疫 好好的运动 这样就可以打败肠病毒了 哦 对了 记得要请洗手哦 拜拜 你看这个小弟弟在跟你拜拜 拜拜 拜拜 plin